萝卜丝饼 萝卜丝饼是苏黄一代大众化名点 制作这道名点所用的主料是 面粉800克 熟猪油300克 配料有白芝麻100克 香葱末50克 火腿丝50克 猪板油丁150克 白萝卜丝500克 调料有精盐20克 花椒油少许 鸡蛋液 味精10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点心的制作方法 将板油丁 萝卜丝 火腿 香葱 放入碗内 加上盐 味精 香油 搅拌均匀 制成线心 Hopefully you can see me 取面粉分为两堆 将一堆用水猪油和成水面团 将另一堆用猪油和成油面团 音乐 将水油面团包入油面团 把面团擀成长形片 两端对折再擀成薄片 然后卷成卷 把面团擀成薄片 音乐 音乐 然后在饼上面刷上鸡蛋液 再沾上芝麻 音乐 都做好后 放入烤箱 设置180度烤制20分钟即可 制作的时候要注意 萝卜丝最好是用盐腌一下 去其萝卜中的水分和异味 现在萝卜丝饼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典型的贺点是 味儿香色黄 酥松鲜美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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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